房子租金是谁收的 租金我收的 那你需要拿出来四分之一交到法院 这房子是门庭胡跟门庭号的嘛 然后是房租也应该是归门庭胡和门庭号所有 我们要把门庭胡那个钱那个法院要收走 然后那个给原告 就六百块钱的四分之一 一千把这四分之一啊 一千把这四分之一啊 你需要交到法院来 你再交房租来跟我说一声 因为我要提留房租 哦那行 就是你是两个人的嘛 门庭胡那份你这张角 门庭胡那份你就交到法院了 我交两个人 分开交吗 对分开交 你六百嘛 一二三百呗 对对对对 如果老赖欠钱不还的话 执行法官有权查封老赖名下车或是房 然后进行司法拍卖来场还债务 但今天执行法官查封老赖的房子 却有两个房主 这让执行法官没想到 在四年前门先生找到傅女士 说自己做生意急需用钱 希望傅女士借给她六十万 当时说好一年就还 没想到如今四年过去了 傅女士之前还是没收回来 现在门先生人都找不到了 执行法官也查封了门先生 名下一套房产和一辆车 但是拍卖之后 还是不能够偿还债务 今天执行法官要上门查封 门先生名下另一套房产 没想到这一套房产居然有两个房主 那执行法官要怎么处理呢 傅女士说在2018年 门先生当时做生意急需用钱 就朋友托朋友认识了傅女士 门先生借钱时说的挺好 这钱只借一年 并且每个月会支付利息 一年之后准时把本金还给傅女士 没想到一年过后 傅女士去找门先生要本金时 门先生就一直说没钱 这门先生说什么不愿还钱 这可把傅女士急换了 傅女士起诉了门先生 在2020年7月 法院下达了判决 要求六先生在15日以内 支付给傅女士60万借款 约理稀2% 可是直到现在 这门先生还是在一分钱都不还 所以傅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也发现 门先生名下有两处房产和一辆车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拍卖其中一套房合车 但是这套房没人拍下 最终以物抵债给了傅女士 而门先生名下的那辆车 也没有拍卖多少钱 没办法只能拍卖门先生名下第二套房 执行法官到了这处房产时候 敲很久门都没人应到 所以让锁王进行强制开门 进门之后发现里面非常干净 生活设施摆放的很整齐 应该是还有人居住 执行法官后来查询到 这套房子有两个房主 是门先生和他弟弟共有的 而且还是门先生婚后财产 门先生妻子还有份 虽然房子有两个房主 但也并不会影响执行法官的执行 今天执行法官上门要腾空这个房子 法官今天要拍卖的这套房产 拍卖之后只有四分之一房款 能用来还给妇女士 因为其中有一半房款要给门先生弟弟 还有四分之一要给门先生妻子 执行法官在房子里发现一个快递 所以让快递上的号码打了过去 发现此人是房子的租户 被查封的房子为什么还会被租出去 执行法官跟租户取得了联系 我租的 租的 我给房子贴成功公告你没看到吗 成功公告 对 你什么时候租的 你什么时候租的 我租的那天租的 租的那有十来天吧 也就十来天 你这公告我已经贴两个月了 那可能是 你从谁那贴的 你从谁那租的 中介的房子 不 你房主是谁 房主是谁 对 姓门 门停火是不 对对对 姓门 你能回家一趟吗 我回不了我 那我今儿我上班来 那这是家伙哥们 那我今儿就联系 我那个房子中介吧 就联系他 行 你让谁过来一下 出点这事 现在你门 门说我已经打开了 现在你门 你这个房子欠钱 我们今天是 想着通过这个房子 租客表示 他是在半个月之前搬过来的 对于这房子已被法院查封 他并不知情 执行法官在两个月前 就贴了藤房公告 而且还拍照留下证据 看来这藤房公告 已经被水给撕了 现在租客说 已给了三个月租金 为了不影响租客的利益 执行法官也给妇女士 说明这个情况 考虑到现在的情况 妇女士说 可以暂时不用藤房 但是租客租金 是门先生的收入 法院有权进行扣留 这个房子 现在属于出租状态 然后我们法院 为了保护租客的利益 我们也积极的联系了租客 然后也调取了 租客与房主的租赁合同 然后与原告协商后 原告同意 暂时先不腾空 盖出房产 在双方协商后 我们再统一的 去处理开造房产 随后执行法官 也联系了中介 中介也赶到了现场 执行法官给中介 说明了情况 被法院查封的房子 是不能出租的 中介表示 他们并不知情 如果法院现在 把租客赶走的话 那不是租客面临损失 中介也提供了 当时租房协议 在协议上可以看到 此房子每个月租金是600 单是与租客 签租房协议的 并不是门先生 而是另外一个人 这房屋中介表示 这房子已经被出租了一年多 中间也换过租客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 这房已被查封了 随后执行法官 给房屋租赁协议上 出租人打去电话 原来这人是门先生父亲 你跟门庭胡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父亲 门庭浩是他弟弟 你不是门庭浩本人 我不是本人 那是什么回事 是门庭胡欠钱 然后这个房子是门庭胡 和门庭浩共同共有的 然后我们在今年8月份 已经贴藤房公告了 然后今天依法强制藤房 在藤房过程中 我发现这房子租出去了 门先生父亲表示 这房子是他出租出去的 和他两个儿子没有任何关系 他也不知道 大儿子欠了别人钱 虽然说妇女是暂时 不查封这房子 但作为房子的出租收入 有四分之一 必须交到法院 这部分钱要用来 偿还给妇女士 这个房子租金是谁收的 租金我收的 那你需要拿出来 四分之一交到法院 这房子是门庭胡 跟门庭浩的嘛 然后是房租 也应该是归门庭胡 和门庭浩所有 我们要把门庭胡 那个钱 那个法院要收走 然后那个给员盖 就600块钱 那四分之一 一千把那四分之一 你需要交到法院来 你这样吧 你这些房子贴房 把你做什么 我给你看好不好 嗯行 行好 因为刚刚经常到这来 到这来之后 都让你有一些事 不能回事了 嗯 我也问我怎么个情况啊 嗯 这个房子 你这个房子 我之前已经查房一年多了 这房产局都能查到 然后那个公告那位贴了两个月了 然后我们进来才发现 你们把房子租去了 这个房子一直闲着来 这我拆布里 你可以看合同 嗯 不长时间 这就我看 一千二十一 这是我的数字大了 嗯 我也这事完 我就管这个房子 就那些钱 哎 一个钱就给我了 我完了 嗯 为了把情况给租客说明 执行法官又赶到租客工作地 租客也表示同意 以后会将房租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交给门先生弟弟 另一部分交到法院 房子是门庭号跟门庭伙的 租给你的呢 是那个叫门庭号的名 那实际那个清红的是 门庭号跟门庭伙的父亲 你看到这房主吗 房主我没 你没看到房主 然后呢 现在是啥呢 这是原告 本来那今天 那应该是 今天依法 强制同工的房子 但是那些 你考虑到你是出租状态 然后我们就不喜欢同工了 那需要给你做个笔录 也需要给那个富工侠一起做个笔录 今天就聊这件事 然后那个 以后你的房主 你又加个微信 你再交房主人跟我说一声 因为我要接留房主 哦那行 就是你 这两个人的嘛 门庭号那份你这张角 门庭号那份你就得完蛋了 我交两个人 分开交吗 分开交 一六百吗 一二三百 对对对 是意思 据执行法官了解到 就算拍卖了这套房产 还是不能偿还妇女士的欠款 希望这门先生早日出命 把自己欠款履行完毕 这钱是妇女士一辈子的积蓄 就是 16 产生 那